轰隆的撞击声在刀影和煞剑之间回荡起来 将整个地理空间都产生了一次波动 一起上 那汉子煎自己一招 竟然没有击溃对方 脸色微变 他显然没有一对一的经验 眼见单人实力不足 便招呼所有神印族人一起动手 我感知到这地理世界的灵气极为古怪 跟之前池底世界的灵液来源虽然不尽相同 但是却会让人血脉凝固 血神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他对血脉之力的掌控十分敏感 此时不过在这地理世界待了不到一刻中 就感觉到周深的血脉流转十分迟缓 甚至正在逐渐地影响他的反应力 神印狂刀 众多神印族手中的刀影 狂魔乱雾般地朝着夜沉和血神 膝砍过来 交错纵横的光影 蓬勃的法则之力 夜沉的瞳孔骤然一锁 漆黑的煞剑之上 一股无比玄傲的波动 在这剑锋之上激荡 浩瀚魂力注入到煞剑盒子上 星天魂法运转 煞剑之上 竟是仿佛瞬间缭绕了无数法则 月魂斩 刹那间一剑斩出 天地之间的空气 在这一剑斩出的瞬间 仿若定格一般 一道仿佛由光铸就的剑盲 击射而出 转瞬与那无数的刀影碰撞在一起 一声震响 一道波动朝着四周 急速地扩散而去 在这碰撞之下 地面上形成了一道道沟壑 虚空崩塌 刀芒炸裂 只见无数的刀芒裂痕 在那剧剑之下化为虚影 原本狂霸的刀影 在这剑光之下争霸 轰隆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 化为点点精盈 托住他 汉泽目光如炬 这闯入的两人实力不凡 不好对付 如今凭借他们这些人的力量 难以抗衡 必须依靠 地底世界的规则之力 限制他们的实力 统领 你们的实力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恐怖 其中一个年龄偏幼的青年 面色有些惊惧 他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在这神印世界 从未踏足外界 甚至他曾天真的以为 他如此实力 就已经是逆天妖孽了 但是如今站在他面前的 这个青年 竟然有一丝恐怖 甚至对方年龄看上去 比他还要小一些 他们这么多人 竟然都无法撼动他 一丝一毫 甚至站在他旁边的 那个青壮汉子 都没有帮忙的意思 我神印一族 世代捍卫圣物 就算是死 也毫无畏惧 那汉子神色争宁 他们依靠此地灵气存活 对于会限制 血神和夜神的空间灵气 却是他们最强大的依仗 我们并不是硬墙 得到寻神谷盘的指引 才来到此地 我尊重你们的守护 但是你们是否知道 寻神谷盘 与神印的关系 夜神叹了口气 他不想平白增加杀戮 眼前的这些神印族人 感觉就是守门人一样 未必知道神印背后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 汉子恼火的声音喊道 这种看不上他们的态度 让他极为愤怒 手中长刀再次扬起 一副要将夜尘 生吞活泼的样子 卢明 就在此刻 一个老者的声音突然响起 老者身上 披着极为珍贵的白狐兽皮 站在远处观望着这边的战局 双手附在身后 淡淡道 让他说下去 汉子看到老者 门声哼了一下 只能恨恨地退下 前辈 晚辈夜尘 是在寻神谷盘的指引下 才来到这里 确实是为了神印而来 嗯 无数灵气蔓延在老者的脚下 如同是一朵仙云一般 将他整个人 托服到夜尘的面前 小子 你可知 我神印族 与如祖一脉的关系 夜尘摇头 没想到这神印族 竟然与如祖有关 我神印一族 世代守护神印 不过你手中 既然持有如祖一脉 当年炼制的神器 那我倒是可以听你一言 老者脸色露出善意的微笑 这少年的实力不可小觑 旁边那个青壮年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不过 既然你来到了我神印一族 想要说话 也要看你有没有资格 那老者双手一翻 一柄如出一辙的神刀出现 整个地底世界的灵力 如同一条青色的游笼 化为一道光影 呼啸着 钻入着神刀之上 距离如此之近 神刀转瞬 已经砍到叶辰的身上 魂体转化 虚土原浮 叶辰原本已经十分强悍的肉身 此刻更是包裹上了一层厚密的虚土原器 老者蛮横的实力 远非之前的神印守门人可以比肩 那突如其来的一击 还有那无尽虚空灵气的交织纵横 让叶辰对这一刀 竟然避无可避 一口鲜血喷溅在那刀影之上 那条青色游笼 在这轮回血液的喷溅之下 发出了丝丝的蒸发声音 血神前辈 不要轻举妄动 叶辰单手擦了他嘴角血迹 另一只手连忙拉拉拉血神 血神的长脊 显然已经在这老者长刀祭出的时候 握在了手中 只不过见叶辰阻止自己 只能惺惺作罢 那老者健壮 看到血液与灵气的碰撞 不由地扬了扬眉毛 哦 竟然是轮回血脉 叶辰微微寒手 根本想不到这老者 一眼就看出来历 便道 前辈 晚辈并没有恶意 就是需要取得神印 也罢 既然你拿着寻神古丸 也算是如祖当年留下的信物 我带你去见我神印族族长 贺老 原本青庄汉子有些急促地说道 他并不认为 这两个人有资格去见族长 退下 老者摇摇头 守好这里 做好本分 青庄汉子脸上红白相见 眉色更为恼怒地看向叶辰 叶辰朝着这些神印守门人 微微一笑 跟着老者破空而去 小子 你的肉身和力量都还不错 老者似乎是无意地说道 尸程哪里呀 叶辰摇头道 并非如此一脉 之前的刀影之撞击 好在叶辰炼体不断 肉身躯体早已经超出常人 老者没有再说话 脸色多少有些闪闪 脚下虚空 一团一团的青色灵气 如同仙云 将三人一路带进更深处的区域 这里的灵气 是为他们神印足耳声 血神的声音 在叶辰的尸海之中响起 这里的规则 跟之前光照之上的法则之力 一脉相承 就是他们附在刀身上的法则 叶辰轻微地点头 示意血神前辈万事小心 与此同时 外界 没想到你恢复得竟然如此之快 九巅擦拭了一下嘴角的鲜血 强大的毁灭气息 猛地从整个虚空之中横梗而出 叶辰他们打开了第二层屏障 九巅却一直拖着道无疆 向东疆域而去 道无疆澎湃的雷霆之力 肆虐在整个虚空之中 瞬间暴涌而出 那浩瀚的雷霆神力 在他的身后疯狂地凝聚着 眨眼间 一尊巨大无银的 足有几千丈高的雷霆天神虚影 便出现在这天地之间 那巨大的雷霆身影 俯瞰着酒店 如同是僻逆蝼蚁一般 那虚空之中 横贯而出的雷霆狂暴 已经催发 道无疆的雷霆气息 也以无比恐怖的速度暴涨着 在无尽雷霆的掩饰之下 他的气息显然已经达到了巅峰之态 隐隐透露出无上的雷霆法则 那天神虚影丝毫不把酒店放在眼里 他的身形暴虐而来 手中的雷霆之力凝聚在一点 一道璀璨的雷霆光芒 骤然迸发而出 酒店则是冷哼一声 一个跨步 身形闪动在雷霆天神的面前 无数法则毁灭 将整个区域化为苍白之感 所有的色彩就在此时全部消失 整个世界只剩下黑白 在这雷霆天神的神威之下 毁灭法则如同一道道诡异的剑影 一闪而过 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 酒店已经将自身的血脉之力 催发到了极致 剑光与那雷霆正面抗衡 恐怖的威势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酒店心头一沉 没想到短短数日未见 道无疆的实力竟然增长了这么多 他却不知 如祖虚影将道无疆救走之后 将他直接扔到了雷霆源头 凭借他几乎完美的雷霆特殊灵体 配合他的雷霆源道 他的修为精进 实力突破极其快 轻微的破空声音突兀地响起 道无疆的眼眸一缩 他已经看到自己身旁的虚空 毁灭规则凝聚的法则之刃 不知何时已经出现 那灰白的法则 犹如穿山之势 疯狂地洞穿虚空 朝着他抱射而来 上 雷霆天神手中 握着的雷霆之力 直接蛮横地 砍在毁灭法则之刃上 那法则之刃微微一震 被挑飞到旁边的虚空之中 随着那雷暴挥动 一道特殊的轨迹 洞穿了整个虚空 一道道金属撞击般的声音 接连不断地响起 每次撞击都伴随着 磅礴之力 朝着四周一散开来 好了酒店 不要负于顽抗了 当时给你下的毒 可没有这么容易解 道无疆的声音响起 语气之中的 如同地狱的冰蝎 吐着阴冷的信子 就算不是巅峰实力 杀你也如杀鸡一般 酒店闷哼一声 在他灰白色的世界中 手中的毁灭法则之力 一次次地刺出 比之前更为迅猛 更为强大 且变化莫测 冥顽不灵 道无疆的耐性 已经用光了 想到夜晨 可能已经取得神印 他整个人 都按捺不住地烦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